给大家看这个拉断袋的这个瞬间 有没有很漂亮 这是我第一眼就看上了一个小卡架 这个小瓶件的是那种绒布的材质 摸起来的手感很好 那时候就问那个代购说 找推荐买哪一款 一收到我觉得比想象中的就是更完美一点 就一直有闻到一股很香的牛皮味 真的很好闻耶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非常的兴奋又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 我又买了一包很值得入开箱的包裹 然后就直接赶快来把它打开 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了吗 对我又买了两个香奈儿的小东西 小东西们 而且这个包裹有一个香香的味道 就是一打开的时候扑移而来一个高级的感觉 这个箱子里面有两个纸袋 上面有三茶花 大家进看一下 这三茶花真的很漂亮 很棒 好 那接下来就来开这两个 我这次买了这两个 一个是要送给妈妈当生日礼购 然后一个是自己在逛的时候 不小心被烧到 那这两个我也是找代购买的 因为真的贵上都问不到 所以就只好找代购买 然后跟那个上一个开箱的方胖子是不同的代购 因为这个是我比较先买的 上面有贴贴纸 让我知道哪一款是什么 本来想说有种神秘感的 本来想说有种神秘感的 好那我们就先来拆这一个 这个是我买给我自己的 给大家看这个 拉断袋的这一个瞬间 要揭晓啰 诶 里面还有一层 它的防尘袋 这里面有一个是购买证明 这一颗是从香港来的 然后还有小妙的一些 保养介绍卡 就一起来看 这个吧 有没有很漂亮 这个是我第一眼就看上的 一个小卡夹 然后它是19系列的 它的别名好像叫做 吐司包吗 有点不太 还是汉堡 吐司 是一种食物 因为它长得很像 一个方形的小吐司 然后我非常喜欢 19系列的这个 编织的logo 不过这个19系列的logo 我有一次就不小心看到 有网友说 他的男朋友说这个长得很像 蟑螂角 大家有觉得很像蟑螂角吗 就是 原本一直觉得它很漂亮 可是自从看到那一则的评分之后 好像真的有点像 不过 就算了没关系 实际上看起来 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 这是我的手长大小 大家的手长差不多大 这个材质是羊皮的 对 所以可能 比较需要细心呵护一点 然后 背面的话呢 可以放1 2 3 4 4个卡夹 打开来看里面的话 是一个 桃红色 偏红一点的颜色 我觉得香奈儿很多的小皮件 里面都会搭这个颜色 对我来说是有点 太鲜艳了一点的 像是19的一些三折的短甲 里面也是搭这个颜色 嗯 我就 嗯 好 我比较喜欢暗色系一点的 比较好照顾 然后里面就只有一层而已 它没有其他的分隔 那现在的香奈儿的皮件呢 都改成这种芯片款 在这边 就是有一个盖布 然后是怎么这样 就没有保卡那些 然后跟包包的差别 就是包包的是 晶片一块东西在那边 然后金额卡夹的话呢 就是 很像贴一张贴纸在这边 然后这一个是 意大利制的 再展示一次 这个光泽 跟这个logo 这个logo呢 是立体的设计的 就是摸起来有编织巨齿状 我觉得质感很漂亮欸 这个logo 我很喜欢 那这个就是 第一个开箱 我买给我自己的 19系列的 小吐司 零钱包 啊对了 我来实际的 放一次 卡片给大家看 首先挑几张 卡片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 蛮好抽取的 这个宽度做的很宽 接下来是纸钞 今天刚刚还有去 领钱 一千块的纸钞呢 折一半 这可以放进去的 不需要再多折一折 一百块的也可以 所以 还是这个样子 因为平常出门这种款式的 就蛮符合需求了 钱也不会带太多 哦不过他就是 可能是零钱啦 零钱他这边还有一小格 如果愿意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放这边 放零钱 第一个就开箱到这里 好接下来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 第二个是 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因为考量到 可能年纪也比较喜欢一点 没有太fancy 比较喜欢经典款的 所以 等下这款应该蛮多人都有看过 不得不说他这个防尘袋的质感 真的比包包的好 但是包包的话 那个材质摸起来有点粗 粗的麻布的感觉 这个小皮件的是那种绒布的材质 摸起来手感很好 然后上面的全料是 红色黑色的 亮面的这种字体 要揭晓咯 是这一款 比较经典的款式 然后它是牛皮的 立直牛皮 是三折的短颊 那这一款 那时候我有看到 就是有蛮多变化的 有羊皮有牛皮 那时候就问那个代购说 要推荐买哪一款 然后他就说真的 要长期使用的话 还是买牛皮比较好 不过可以看到这个羊皮 我就是蛮喜欢它这种 蓬蓬的光泽感 那牛皮的话 再加上有荔枝纹 就是比较耐用吧 但是以美观度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羊皮的 然后是选择是金扣的 那打开来后 这里有隔层的布 这是一个三折的短颊 那这一款是比较一般款的 就是拉链夹成是在后面 零钱袋是在后面 然后这个短颊的夹成 之前就有听说就是 放零钱的话 可能比较不好拿去 那有另外一款 价格可能会比较高的 会是 短颊是拉链在这边 对 但是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刚好没有看到那一款 如果对于实用度的话 大家可以找找看 就是拉链在侧边这边 这样子 放的东西可以比较多 那接下来看里面的这些 卡夹成呢 第一层可以放六张卡片 然后里面这边 都还可以再加一些名片 或是信用卡等等的 然后纸钞的部分 就是只有一个 那接下来一样来实测它好不好 放信用卡跟纸钞 一样是蛮好放的耶 我把它放来看看 看那个蓬度会不会很蓬 纸钞的部分也是不需要折 就可以直接放进去 然后现在已经放了六张卡 折起来的大槽是这样 不会很厚 一个刚刚好的尺寸 蛮漂亮的 实际收到 我觉得比想象中的 就是更完美一点 原本真的没有很喜欢荔枝皮 可是考量到就是 送给妈妈她可能喜欢 奶用一点的东西 所以才买荔枝皮 那实际收到 觉得手感很好 而且这款我刚刚 就是拿出来的时候 就一直有闻到一股 很香的牛皮味 真的很好闻耶 像这一款羊皮 我闻看 就没什么味道 这款的味道 蛮浓郁的 这款也是一样 有一个芯片 在钞票夾层这边 最后呢 在360度展示一次 给大家看这个 荔枝牛皮的三折短颊 然后是金扣的 这是白光下的光折 可以看到有这样子 一粒一粒的皮革感 然后拉链层是在后面 然后Logo的部分 好了那今天两款 香奈儿的小皮剑 就开箱分享到这里 希望可以对一些 像我一样 没办法在专门上 看到这些东西 但又想要买的人 可以有一些 容量的参考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拜拜